这次广州发生的疫情是由最早在印度发现的Delta变异株引起的 过去我们把它称为B1.617这样的一个变异株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给它命名 用了拉丁字母AlphaBetaDelta等等这样来命名 所以这个毒株给它命名为Delta毒株 根据前期国外研究的数据 最近一直在不断更新这样的相关的 对它的传播能力和它的致病力毒力等等 还有它的免疫逃逸等方面的研究 那么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 这个Delta变异株的传播能力是比较强的 是目前在已经确定的这几个叫所谓的VOC里边 它是传播能力最强的 它比过去的我们老的那个毒株呢 它的传播能力提高了百分之百 它就提高了一倍了是吧 它比那个Alpha 就是那个B1.17 英国首先发现的那个毒株 它的那个传播能力提高了百分之四十 还要多 我早俩伝 job 谢谢你 ф区 我们现在排解 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